南韓首都圈和中部地方 连日来下起暴雨 摄像局发布豪雨特报 各地都传出零星灾情 有地铁站积水 民众只能涉水而过 马路变成扫河 有车辆为了闪避积水 要冒险逆向行驶 还有人掉进暴涨的河水中 差点就丢了新明 民众卷起裤管 拿着鞋子光脚走在地下通道 南韓首都圈下起暴雨 地下铁积水淹道小腿 上班族只能客难涉水而过 一位民众掉入暴涨的河川当中 顺水漂流 好在不久就被救起 紧急道的道路被黄色泥流 给掩盖变成小河 排水沟被雨水灌爆 如泳泉一般喷出来 有车辆困在泥水当中 更有车子为了闪避积水 开在逆向车道场面显向寒生 受到梅雨封面影响 首尔人穿冷地降下了 每小时50至100毫米的大雨 各地灾情连连 有公车开到一半 掉进水沟 八位民众爬窗逃生 其中两人受到轻伤 一辆25段的大货车 阴雨打滑 这辆车横着挡住隧道口 导致交通中断 中期难道有住宅 一地挡不了连夜的暴雨 屋檐坍塌 一名90多岁的老年人 当场被掩埋 松衣不治 还有个连接村子的桥梁断裂 有辆车子刚好行击于此地 掉入河中 幸好车上两人自行逃生 马路边出现像是瀑布般的景色 各地有零星的土石流灾情 一间首尔高中的路上 出现深度达到三公尺的天坑 露出了污水管线 汉江暴涨潜水桥被大水覆盖 水位超过七公尺 部分道路禁止通行 受到滞留封面的印象 首都圈持续发布豪雨特暴 伴随着强风打雷及闪电 当局预测暴雨还会持续到一号 灾情恐怕会继续扩大 接着综合报道